本周IC主群密集召开发售会 包括了联发科、世界先进、大连大、志源瑞玉 以及普瑞等等都将在本周举行发售会 今天首先登场的盛群 第三季净利是2.21亿元 年减率15.4% EPS是0.98元 表现不如预期 但是盛群看好第四季的订单将会逐渐回流 另外法人则是认为 联发科在两款新晶片 是获得了客户大量采用 而且5G的布局不落人后 因此看好联发科第四季的营运 将会呈现淡季不淡 将一叠钞票放入AI晶片验钞机 就能进行影像货币辨识 结合智慧生活与AILT应用是未来的一大趋势 但受到中美贸战和全球经济不稳定性影响 让人更加关注本周密集登场的IC族群法说 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这个整个大陆地区的客户出口到美洲地区 还是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那再加上景气状况不明显的情况 那代理商本身还是在做库存的调整跟趋劃 所以造成第三季的表现不如原来的预期 首先登场的盛群受到枯存因素影响 净利为2.2亿亿元年减15.4% 每股盈余为0.98元表现不如预期 但因积极布局物联网以及电动车写藏机等 MCU微控制器应用需求大增 因此近年持续拓展印度据点 除了盛群29号志援 30号联发科大联大 31号世界先进和普瑞KY 以及11月1号的瑞誉 一连串法说轮番上阵 展望第四季订单有陆续回流状况 10月1号长假之后呢 那整个订单的回流的速度跟数量 有明显的看到改善 那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接着会有一个双11的购物节 那第二个是代理商库存去化差不多 那第三个我们判断是因为 明年的农历年提早到1月份 所以这几个因素我们认为 第四季一定会比第三季做得要好 此外法人也预估IC设计龙头联发科 因为P90及P65晶片 渴望获得客户大量采用 将可支持年底至明年初业绩 第四季营运淡季不淡 预估本季营收年增6%至8% 毛利率42%至43% 加上2020年上半年 5G晶片开始贡献业绩 联发科营运动能渴望全面爆发 若联发科释出的第四季 猜测数字优于外资预期 渴望带动IC设计 甚至半导体族群走扬 记者曹在林方绍成台北采访报导